项目编号 SCP-014混凝土人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14应安置在Sight 坐在一把扶手椅中 最好面对窗户 应定期 最好是经常庆地 提供音乐 而且曲目中不可包含 创作于1937之后的作品 SCP-014的房间内 应安装安保摄像机 描述 SCP-014是一名白种人 男性 外表30岁左右 黑发棕眼 脸型稍圆 记录显示此人名叫 罗伯特柴特福德 Roberth Catford 1915年 也因妄想性精神病 被幽禁在康涅迪格州的 诺威奇精神病院 他声称自己被种下了 永生不死的诅咒 身体也因此缓慢地变成混凝土 精神病院于1937年关闭 患者被先后转移到了许多不同的设施里 SCP-014引起基金会的注意是在19年 传闻有位患者毫无衰老迹象 而且身体完全不能活动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决定授权对其进行捕获 外观上 SCP-014是一名普通男性 然而没有显现任何形成代谢及衰老的迹象 他不饮食不排汗 断绝一切生命活动 他只在讲话时才些微换气 而且除了眼睛和发生器官 他彻头彻尾的映如死事 尽管几十年如一日第九居一处 他却皮肤不升入窗 肌肉不见萎缩 他能够和人正常交谈 然而对遭到监禁后发生的事件 却显得既默不关心又缺乏足够的知识 傅路 柱 坦白说 如果采访这人时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 那我应该会觉得他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个体 社会适应能力也不错 只不过得了瘫痪而已 照眼下的情况 我得下个结论 他是精神决定肉体这一理论的终极证明 他觉得自己是水泥 而且长生不老 那么他就会竭尽所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 甭管怎么着 博士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14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